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这期做一下酸豆角 并对三种做酸豆角的方法进行比较 把豆角洗净晾干 这时候剪掉豆角的饼 让味道容易进去 装豆角的瓶子洗净晾干 切一些姜片蒜片辣椒粒 胡萝卜片胡萝卜丁 第一种方法是烧一锅水 加花椒加盐 加盐的量就是你尝一下汤 如果咸了就可以了 煮十分钟后 关火晾凉 把豆角分批盘在一起 结结实实塞进瓶子里 直到把瓶子塞满为止 放入一些姜片辣椒蒜片 豆角塞满 加入晾凉的花椒和盐水 尽量把水加满 因为烟酸豆角是一个无氧效解的过程 所以罐子一定要密封好 烟酸豆角的第二种方法 就是把豆角切成小粒 加入姜蒜胡萝卜粒 一定要加入盐 忘了录加盐的录像了 然后装到瓶子里面 把瓶子装满为止 大家可能都知道 这种盖子密封效果很好的 第三种腌酸豆角的方法 就是在豆角上撒盐 然后揉搓 揉搓 揉搓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把豆角揉搓到有伤口的时候 大家看一下 揉搓到盐沾上去为止 同样把豆角盘起来 塞进瓶子里 直到塞满为止 把盖子盖紧 密封好 用三种腌酸豆角的方法 就把酸豆角做好了 把酸豆角放在家里 凉爽的地方 这里做个小节 就是腌酸豆角的时候 所有的器具 菜和手 都是要干净的 这是腌到一星期的时候 中间那瓶泡在水里的 已经变了颜色 这是腌到14天的时候 酸豆角就做好了 三种腌酸豆角的方法排个队 精益的发现 切成小粒的酸的最快 其次是卷在一起不加水的 最后呢 才是卷在一起加了花椒和盐水的 所以以后腌酸豆角就省事了 就把它切成小粒 加上盐 把瓶子装满 密封好就可以了 这样炒菜时 打开瓶子盖 直接加入 是不是就很方便呢 而且还保持了豆角鲜嫩的绿色 录制视频不容易 请大家订阅点赞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